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流程分析 然后第四点是最后的一个总结 第一点介绍的话 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关于我们Apache省域 Apache省域是一个 一部的高性能的跨语言的 响应式API网关 现在的话可以支持多种语言协议 我们现在目前可以支持的 有Double的 Supon Cloud的 GRPC的 MOTA SOFATAS 还有其他的协议 然后整个设计的话 是基于插进化设计 是想支持一些热插 把能够进行一个 很好的一个扩展 然后另一个特点是 现在可以支持 关于流量扩置的话 是有很多种的一个方式 然后内置已经 有很多种的插件 关于一些认证的 限流的等等 然后是动态的一个流量配置 性能力高 因为是在神域网关的里面的 相关的一些数据信息 是直接冲在内层的 然后另外一个特点是 这次可以集群 来支持一些AP测试 和蓝率发布 然后在去年 也是2021年5月的时候 神域网关进入到Apache软件 进行一个复化 这个是我们神域网关的 一个价格图 主要是可以关注 有三个模块 第一个就是 关于神域网关本身的话 它是现在可以支持一个 集群的一个搭建 然后另一块是 神域Elemin Elemin这一块 相当于是神域网关的一个 管理系统 相当于控制面板 你在这里面发生的一些 配置变更 会通过同步模块 同步到神域网关本身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 是关于插件化这一块 比如说我们今天是 以Double插件为例的话 相当于是一个应用call端的话 那么是在这一边 然后上面的另外一块 是一些口观测性的一些插件 这些都是以插件的形式来进行存在 然后这一块的话 是指的是流量的一个筛选 最前面的话 相当于是一个用户 一个请求流量房屋的一个入口 接下来是想通过一个演示示例来展示一下 这个神域是怎么来代理大宝服务的 这个示例是用的是神域里面提供的一个示例 在这里可以找到 首先是启动 关于Alimin布置的方式 其实不仅是Alimin 包括后面那些网关的一些布置方式 其实是有多种方式 你可以直接 基于原码来进行一个布置 也可以用已经发布好的一些架包 或者是基于容器 那么我这里的话 我是自己在我的本地的话 是拉着原代码来进行一个演示版 实际上我在我的本地启动好之后 启动神域我这么好之后 还需要第一步就是需要在 电路网关系统 在这里面将这一个 Double的一个插件进行一个开启 就在这里 这是一个启动的一个状态 然后另外接下来一步 就是需要去启动神域网关 那么我这里同样是通过 圆满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演示 首先需要引入必要的一些依赖 就在这里有关于Alti Double的插件 还有这里使用Double本身 作为一个RPC的话 这里引入了ZK 作为它的一个作用中心 然后是直接运行一个神域的 这个Bullstaff application 就可以启动我们的网关 第三个需要启动的是一个Double服务 Double服务我们这里给的是 基于提供的样例里面的话 在这里用一个声明Double的服务 协议和它的一些在这里用了一个DoubleTestService 作为一个演示示例 那么这一个示例的实现类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接客实现类 另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里使用了一个基于神域DoubleClient 这么一个注解 这个注解就是神域网关里面提供的一个注解 需要把它标记在我们需要代理的一个方法上 另一点是这一个Double服务本身一关的一些配置 前面这些配置是基本的一些 比如说要配置Double的一些注册中心 这里的话是关于神域网关自己的一些配置 比如说在这里有一个注册 注册类型我们在这里选的话 是一个HGP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服务列表 或者其他的一些属性 这些属性的话我们会在 后面关于一些注册中心的时候 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这里先简单的提一下 好 经过前面的三步 我们启动好了神域Aldibin 神域网关也启动好了Double服务 我们这下来就可以看一下 当我这三个人都 启动成功了 那么是可以在这个Aldibin这边可以看到一些信息的 比如说我这里启动了 这可以看到它里面自动注册上来的一些信息了 比如这里是一些选择器的信息 这里是一些规则的一些信息 好 点开这个选择器我们可以看一下 自动注册上来的一些信息 就比如说一些匹配方式 一些取数 一些匹配逻辑 和一些和这些处理逻辑 这里选择器的话更多了我们会在后面再进再一步的一个提到 规则的话可以随便点开一个比如这里注册上来的一个规则 可以发现它默认注册上来的是名字的话 其实就是那个接客的一些接客的名字 物理名字叫接客的名字 这里还有一些默认的一些hunter处理方式 可以看到其实刚我们如果能够很好的顺略启动的话 已经有一些默认好的一些信息 其实代码里面已经自动帮我们完成了 然后在这里面就已经出来了两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概念 就是selector跟ruel 选择器和规则 选择器和规则的话 其实在神域网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它主要是用于流量的一些筛选和控制 那么所有的我们的流量筛选都是通过 那些selector rule里面的相关配置来完成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特别的一些 具体的话一些深远方式或者一些匹配方式 现在我们过滤的方式 比如说拿紧的参数 我们可以从header里面去取 从iri里面去取 或者从一些参数啊 cookie啊等等 然后拿到这些参数 我们一些匹配逻辑 这个上线可以有march的 有equals的 或者是正着表达式的 或者这些区盘这些逻辑 其实根据这些判断逻辑 我们可以能够很好对领量进行一个控制 所以对select和ruel的理解 是在神域网坏里面中至关重要的 这些如果一些提供的方式不够的话 是你可以自己进行一个扩展的 也有一些扩展点 好 经过前面的一些启动啊 和一些参数配置 那么现在我们比如说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调用 比如说我这里的话就发起这样的一个请求 就刚刚我们所提到那个 翻了by id这么一个方法 发起一个请求之后 那我可以这里得到一个响应结果 这样的话就表示整个已经调通了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我们的神域网关 就能够去访问到后段的一个double的相关的服务了 前面的一个例子就是能进行一个演示 那么在这个演示过程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疑问 就这下来我想提一点的疑问 希望大家能够跟着这些疑问 我们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些分享 就是有没有想过就是在我double这些服务 究竟是怎么注册到ordmin上面去的呢 然后第二点的疑问就是 关于ordmin是如何将数据同步到神域网关呢 然后第三点是double插件是又整个将htb的写议 转换成double写议呢 好我们就带着这样的疑问来进行后续的一些分享 首先这一点说的是关于application access 就是我们的一些用服务是怎么注册到ordmin上面去的 现在的话神域网关关于这些用服务的一些注册 是可以支持有htb服务的double服务的 sync cloud服务的 还有grpc motor sofatas等那些其他的 好这里就会引入我们一个 关于一个注册中心的一个概念 关于注册中心的话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完整 将我们的一些应用服务注册到ordmin上面去 现在提供的一些注册的方式 可以有http的 etcd的 rekeeper的 lacos的 或者console的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在double服务里面 我们就说默认有一个是http方式的 对我们又去更改了 其实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根据你不同的一些需求 你可以选择用其他的一个方式 核心一点的逻辑就是注册整个逻辑 就是我们刚刚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注解 就是整个doubleclient 它主要是对它 我们有一个后置处理器的逻辑 就是对这些被标记的一些方法 进行一个处理组装 然后通过注册中心给达过去 然后这里分了一个client段和cell段 client段就是我们在这编辑的应用服务段 自己把这些东西和一些数据啊 如果这些数据 原数据以及规则信息一下 你组装好了 通过资讯中心给发过去了 发过去 之后让我cell这一段 这里的话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使用 我的命这一段 拿到这些数据的一个处理逻辑 那么同理你那边 啊 据哪一种方式 你要配套之后来选 比如说你client和cell段 应该是选用了同一种方式的采行 在最后中心这里面 那么我们现在比如摩托是gbttp 在我的命这边拿到之后 拿到之后呢 它也会把数据放到一个 就是raptor的堆列里面去 从堆列里面进行一个消费来进行处理 根据一些不同的插件类型 或者一些数据类型 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逻辑 这里处理逻辑的话就主要是有两个 一个是把我们刚刚注册的信息保存到 我里面这边的数据库里面去 第二个事件是 第二个操作是进行一个同步的一个操作 主要是把这些数据同步到网关这边来 好 关于注册中心的话 就是以上的主要内容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关于一个数据同步这一块 刚刚我们说主要当把数据注册到这边 admit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保存数据到数据库 进行一个持续化的一个操作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通过一件事情发布的方式 把这些数据给发到同步到这边 神域网关这边来 现在同步这一块的话也是有多种方式的 我们现在可以有websocket的 http的 lecapular lacus 和etc的 也是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 进行哪一种方式进行一个数据同步 默认的话 现在提供的是websocket的这个方式 当前的话 关于数据同步这一块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设计出 数据同步这一块 就是把我的命运网关正义的一个分开 因为我们考虑到网关 是整个流量的一个入口 它的性能 是口口口口口口用性都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又实际上又在我需求中 可能有一些频繁的一些变更 对我的一些流量进行一个把控 这个也是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有的配置是放到网关内层里面去的 就是我网关里面并不负责这些数据持久化的一些操作 所以在网关处理逻辑的话 它拿些数据直接从内层里面了 它的性能就会很高 然后是用户是可以在Olemin这边进行数据 进行一个管控的进行一个变更 然后后端子需要同步过去 然后是支持数据同步模块的话 类型有网关里面 刚刚在我的面里面看到的 关于插件的信息 选择器的信息或者规则 甚至一些原数据 还是认证的信息这些都是支持同步的 所有的插件中的选择器或者是规则 都是可以动态配置的 然后立即会生效 不需要从其服务 数据同步的方式参加支持SK 长轮群 EBSOK的LACO CTCT和Consult 就是现在当前的数据同步 主要是这样的一些特点吧 我们再看一下关于数据同步的一些原理分析吧 就比如说整个流程是这样的 我用户在Admin这一关进行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CliU的一些操作吧 可能它操作的数据类型可能有一些规则呀 用户本身的信息 而且流量管控的信息 它的这边操作完之后 让我一般的逻辑 我会把这些数据先保存到数据库里面去 这上面这一条线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CliU的一个操作吧 另外一条下面的话 它还需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把数据同步通过我的数据同步的这一个模块 将数据给同步的网关这边来 而网关再把这些数据保存到自己的 这个服务里面的本体列程中去 这里的话 具体的数据同步方式是 根据你的需求来去选择你需要哪一种的 如果现在我们默认提供的这些觉得说不够用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扩展的 只要我们现在都是这种加载方式 通过SPI的方式都有预留好的一些扩展点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再去扩展 然后数据同步这一块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几个 就是如果说你使用的是 Bubsocket这样的数据同步的方式 其实它也是默认的 我们也比较推荐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它就比较清凉 你不需要引入一些其他的一些模块 或者是依赖的 就好就可以用 然后如果说你有些根据你自己的情况的话 你用那些ZK的话 其实也是支持的 ZK的话就主要是通过ZK本身自己的一个 挖起 这就是节点监听的这么一个指导 来完成这样的同步操作 如果是长轮巡的话 长轮巡这一块是需要由网关这边本身 去不断的向我这边去发请求 去轮巡 看有没有数据变更 好 上面的注册中心和数据同步的一些原理 就跟大家分享完了 接下来我们再深入的再理解一下 从大马角度来看一下整个的一个流程 我们主要是关注于流程处理 或者一些接口设计 或者说我们直接在这里开始来读研 关于服务注册的一个流程处理 首先是读取double服务 其实我们之前也提到 在一开始其实最主要的使用 是一个注解 就是神与double client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注解 就可以去标记我double服务 这些被标记的服务就表示 我需要把这些给注册到我网关上面去 所以说整个流程 会不是直接到网关 而是说 具体实验上而言 我们是把这些先注册到 儿童命上面去 再也儿童命同步到网关这边来 这里主要核心的一个原理实验的话 其实就是使用了一个叫 optic double service being listener 其实它本身是一个 application listener的一个实现类 基于一个上线为刷新事件 然后会在整个Spring的容器 启动完成之后 或者启动过程中之后 我们会去读这样的一个注解 把这些注解给标 能够读取到的或者是有服务的 我们就会去读取掉 在读取过程中 或进行一些加装 组装的一些逻辑 就是拼一些所需要的一些原数据 选择区数据或者是规则数据 或者是还有一些URI数据 把这些数据给构建出来 变出来之后 就通过我们做的中心 把这些数据给发到 Olimit上面去 相当于是这样的话 就完成主要的一个 注册的一个逻辑 口端 然后看一下这一块的设计 整个就是一个设计的话 这里给到的是生育 Client Rigid Series 就是作为一个某一个客户团 这边注册的一个顶层的一个接口 然后它后面下面的话 有个Buck一个类 它这个类主要是想提供一些 从事的一个操作 然后是object的这么一个抽象类 然后是生育Client Rigid Double 具体的一个实现类 就是实现类 可能有一些公有的一些逻辑 然后具体的话有不同的一些协议 它可能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就比如说现在是有Double的 那么可能你还有Cloud的 还有HRPC的 或者是一些HTP的 这有一些具体的实现类 整个的一个Double服务注册流程 我们可以再捋一下 在服务端这一段 会去在Spring容器启动的过程中 完成过程中去读数据 来构建数据 然后再通过数据中心的方式 给发过去 发过去我这边收到之后 再根据你是不同的一些数据类型 进行相应的处理 每个处理 或者都需要做两个操作 一个是把这些数据保存到数据库中 一个是把这些数据给同步到网关中 同步到这一块 是由数据同步这个模块来完成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 我能够的一个注册的一个流程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数据同步这一块的一个流程 首先 先看一张主要的流程 把具体的这些每个 我们后面再 接下来再进行分享 主要的流程的话 有Admin这块的一些相关 和网关这些相关 比如 你现在的一个情景 一个业务 比如说我在Admin这边 是对一些数据进行的更新 比如说我更新了一个 选择机的一个属性 或者是一些其他信息 那么怎样的流程发生 它是这样的 就是首先提供了一个接口 这边拿到这些数据 然后在这个实现内里面 去保存一些数据信息 然后再进行一个事件发布 然后这边保存那种 我们就不说了 应该比较简单 直接是直接划到数据铺里面去 另外一个 事件发布这一块的话 接收到这些数据响应 然后这边会根据这些不同的一些 类型 操作类型 或者是数据类型 进行一个处理 处理之后再 去读取你指定的一个同步方式 进行一个同步发送 这第二天是这个网络请求 接下来这边我网关 这一边也有一个数据同步的 一个seriously 去拿到这样的一些数据 拿到这样的数据 数据再进行一些处理 处理之后再保存到 我的网络的层里面来 这是一个卡期间 一个缓存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逻辑 流程 首先是selectcontroller 这样的其实它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接口 或者以rescord的方式来进行前后端的一个交互 主要是拿一些数据对数据的一些真正改查 拿到之后我在它的实现类里面 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些操作 就是保存入库 一个是时间发布 然后是时间发布 然后这一块的主要是靠 applicationeventpublication 这一个类来完成 主要是它通过它的publicationevent的方法来做 然后是数据分发 数据分发主要是处理具体的一些时间 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类型来进行一个处理 具体类型结合太细了 就不在这里再去说 然后是整个那一边 就是我的病那一边 现在我处理操作我就完了 我就把数据给发出来了 发出来之后 我这边网关这边要去接的话 就是首先有一个handler 这边是主要是在接到数据之后 它会进行一个反序列 会操作转换的一些相应类型 才能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些其他逻辑 进行一个处理 比如说刚刚我们是selector 那可能就有一个selector 对的handler 那相应的你如果是其他数据是规则的 那给你另外的一些handler 逻辑来进行一个处理 然后有一个compacking 它就是一些公有的一些处理逻辑 就可以在这里面来处理 最后的话是selector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了 它就是专门来换成我网关数据的 其实这样的话 从这我们可以看到 网关里面的数据 它其实就放在自己内存服务里面 其实它就是一个map 来保证这些数据的 也保证好之后 我后面的使用啊 调用啊 发请求 都是从这里面来拿数据的各种匹配 什么的 就是从这个 这些对应的map里面去拿 这个功能的说完 就是再看一下刚刚我们的流程图 其实 一开始提到那个流程图 再看完各个功能之后 可以开成就是三块 两块 一块是odmin这边拿到数据 自己入库 那通过数据同步 五块钱发数据 然后这边网关这边 拿到数据之后 还存到自己的卡器里面去 就是内存服务里面去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 交用的这个处理 我这个处理就是 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当中啊 就是我们比如说 发了一个给他请求 是一个hgp的来 访问 最后得到的一定 会得到先的一个详维结果 我们来分析这个处理流程 还是首先先看一下 整个的一个流程图的话 首先是一个web handler 来接请求 然后有一些插件的监管处理 然后有全局的一些插件处理 有rp参数转换 double插件本身的一些处理 然后是double代理服务 拿到一个inwalker 然后开始一个方法利用 然后still完成之后 拿到结果之后 有一个小一点的一个处理 然后是一些rpc的message read 这样的一个流程 现在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每一个的一些相关的设计 和一些具体的实验结构 和类的一些作用 整个整域plugin 这是它的一个顶层结构 是所有的一个插件的一个顶层结构 然后它下面有一些车向内 车向内是有一些插件一些公有的一些 逻辑的一些 这里面 一些现在而言的话 就一些选择去规则 那个匹配的过程 就会在这里面进行发生 然后是 比如反正这还有一个 我们现在是对double的 一个abstacle double plugin 这个类的出现是因为 现在生育我们刚刚是支持 不同版本的一些double的 有Apachi的double 或者是阿里巴巴的double 它们这些也有些相似的 类似的 就策略在这个abstacle 里面 具体的一些实现是 Apachi的double的一些plugin 在这里面实现 因为省域网关整个的设计 都是自于一个 插件化的设计 所以会有一个省域plugin 如果你以后一些 其他的一些插件 那都是会在这上面 来去做一些扩展 具体看一下 有一个省域plugin 这一个是一个 链 你看它是一个链 就是神域的 在执行过程中 网关执行过程中 是有一个责任链的 这样一个方式 来进行处理 就是所有的插件 都会在我这个链上 来进行一个处理 在这里面会去拿到 是判断我某一个插件 是否开启 或者是 是否要执行 就是在这个类里面来完成 然后有一个刚刚说的 一个obstract 就是它在这里面 会实现一些 所有的插件里面 那些公有逻辑 目前是一些匹配逻辑 是在这里面 来进行实现的 也是一些选择器 和规则里面 不是有一些配置 就能不 比当前这个请求 能否匹配得上 匹配得上 才会进行 这匹配不上 它就不会的 然后是group plugin 这一个插件 它是所有的最靠前的 就是在我们插件 每个插件之间 会有一些顺序的话 它是最靠前 最先被执行的一个插件 它主要是拿到构件 构件使用context的信息 来往后面那些插件 进行一个传递 然后现在第二个插件 要需要执行的是 rpc的一些参数转换 就是它会去 你请求的里面 来读到数据 读到数据 再进行一些相应的 一些转换 来传给后续 要插件里面的相关 一些处理 然后是 它的w plugin的话 它会主要是 执行一些检查的 相关操作逻辑 然后是有一个 就用一个inwork的 它主要逻辑就是 大部分比较重要的两个对象 一个是referenceconfig 一个是 方法服务 这两个 在这里面 拿到这些东西 拿到这些东西 然后是构建一些相关联系 关键一些参数 然后开始发起一个 一部的一个方法 调用 就是在这个方法里面 进行实行 就比较重要的一个方法 就在这里面 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阅读一下 这里面的相关逻辑 这个对象的话 的构建 其实不是在我 调用的时候才去构建 因为它比较重 其实是在 注册的时候 给注册到onimi上面去 onimi再把相关的数据 给捅不到网关的时候 它是在那里面 就已经完整了一些 相关的一些 初始化的逻辑了 如果说某一个 是不存在的话 我是在当时 第一次可能试回去 但是后面 会把它给缓存去 因为它确实 比较重的一个对象 不需要说我调用 才去构建这个对象 而是被缓存起来了 好 当拿到结果之后 我们说 Htp写议转到double写上 是通过double提供的 方法服务来完成的 拿到结果之后 我们就会有 一个响应的一些 处理论 响应的一些 处理论划 它就是要统一 这个处理 响应的一个结果 就是现在可能 在里面一些 不同的一些结果 有不同的一些处理方式 具有WebClient RPC的 还有具有Net 然后这里我们是 Double查件 那它在实际上 运行过程上肯定会走到 RPC的这一个 消息处理里面去 就是这里面去 拿到一个结果 对结果进行包装 或者是有异常的一些 功能 进行一个处理 这是我们开始说的 那一个流程图 就是有发一个请求 来走所有的一个流程 可以再看一下 首先网关本身 它还是要能够 对外提供一个 这样的一个Web请求 然后在这里面 执行 所谓的一个插件盘 所谓的插件在这里面 通过一个 责任的方式进行一个 执行 然后是后续的一些 具体的一些插件处理 或一些响应处理 在这里的进行完成 好的 接下来是最后一点 是进行一个总结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的 是在神运网关中 如何来代理我们的Double服务 然后是通过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 进行一个演示 然后再进行第三节小题的分享过程中 分享了一些关于一些扣端的 是如何出测的 还有一些Odmin和网关之间 是如何进行一个数据同步的 然后整个的一个神域它是支持 都是一种插件化的设计思想 所以它在整个执行过程中 会有一个执念的那种方式 进行一个执行 还有一些设计的话 都是具有一些接口和车箱内进行一个设计 然后网关的话 它也是不负责一些数据 它只是拿到了一些数据 从Odmin这边图不过的数据 是一个保存 保存在自己的内存里面去 所以它性能也会变高 然后一些流量的筛选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Odmin那边 修改完还能一个是 能够在那边保存一些 能够进行持久化 一个是把这些数据给试试同步过来 所以它也有一个很好的 能够对流量进行一个控制 也是一个热根性的一个特点 然后 还有一点是 使用到一个disruptor 这么一个队列 这个队列没有太重点 提到它主要是在 注册过程中用到的 主要是为了节恶 如果过多了问题 会可能会被阻塞 好的 这就是我 主要这次分享的一个主要内容 感谢大家的 倾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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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